在娱乐圈中不断地涌现出很多具有励志的明星演员 也许在大家的印象中也是有那么一两个 例如草帽姐 黄博 王宝强等等 不过如今要说起的是 他其实是一位歌手 来自于农村的农民 曾经也获得过星光大道的冠军称号 他的名字就是大一个朱之文 很多人并不知道 他可是比周杰伦还要红 现如今虽然已经是一位49岁的身家过千万 其实大多数人不太清楚 他的女儿和儿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女儿却担忧嫁不出去 而儿子也已开始征婚 其实大家对于朱之文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他来自于山东偏远的贫困山区 在小的时候 父亲便由于生病而离世 这也让朱之文当时的家变得更加的沉重 因此他为了能够减轻母亲担子 毅然决然的决定放弃学业开始打工 非常幸运的是 朱之文有幸参加了 我是大明星的选秀节目 而他凭借着自己的歌唱天赋 以一曲滚滚长江东是水 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 正是因此朱之文也算是一曲走红 不过他的人生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随后朱之文歌唱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经典歌曲 随之也成为了人人知晓的大明星 不过这也离不开一位恩师与文华的鼎力相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